第一名,射手座男人太阳或月亮星座,在射手的男人非常不喜欢被束缚,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,对待感情也是一样。 不喜欢被约束,同样也不喜欢承担责任,两个人可以你好我好,隆情密意,但千万不要发生什么变故,出现什么困难,那时射手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赶快逃开,不能让自己陷在麻烦中,而射手男对自己女人的要求是很高的。 一不能太俗气,只认钱,二要能够吃苦,又责任心,这种男人,可以趁其为极品了。 第二名,双鱼座男人太阳或月亮星座,在双鱼的男人,浪漫,感性,脱俗,同样也害怕负责任,他们跟猎人在一起谈情说爱,那是有说不完的话题,也很会制造浪漫气氛。 但一跟他探责任,他便会躲得远远的,永远生活在梦幻世界中的男人,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残疑游言的现实生活。 当然对那种只认钱的俗气女人更是不屑一顾的,跟其在一起的女人,必须是那种上的听讨,下的厨房行的,所有带子一身球,浪漫生活轻松过,不用双鱼难操心,只管享受便可。 可是,想在地球上找这样的女人,那可是有点难啊。 第三名,双子座男人太阳或月亮星座,在双子的男人也是缺乏责任感的典型代表,头脑灵活,主意多变。 自由随心的双子座男人,天生不是一个喜欢承担责任的人,他们的主意太多了,以至于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目标,一时一个变。 如果,不能找一个能够妥善安排期生活的女人,真不知道,双子男的生活会混乱成什么样。 第四名,处女座男人太阳或月亮星座,在处女的男人不是没有责任心,而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,平时没有什么麻烦出现时。 她能够做得温柔,体贴,呵护,但是一遇到困难时,处女的负面情绪便会表露无疑,不但没有什么担当,嘴上还会唠叨个不停,责任都是对方的,功劳却是自己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